在航空航天工程领域很少有成就 能像中国最近在高潮因素推进技术上的突破那样 引起全球关注 2025年5月 中国科学家实现了曾经被视为科幻的壮举 成功测试了一种革命性的发动机 能够驱动飞行器达到166马车 即胜速的16倍 这个历程备不仅标志着中国技术实力的飞跃 也与失照军事和民用航空未来的重大转变 要理解这一成就的重大意义 首先需要了解马和16的含义 以这个速度 飞机理论上可以每小时飞行超过12000引力 或近20千公里 作为参考 这大约是当今最快商业喷起 是飞机速度的10倍 是传奇潮因素 科技协和是飞机速度的2倍多 如此告诉可以将周际旅行 时间从数小时缩短到几分钟 彻底改变我们全球连接的方式 中国突破的核心是一种被称为 施宝发动机ODE的间短推进系统 ODE的概念 罪集造物有密码跟大学的研究人员 于1958年提出 几十年来 他竟作为一个理论构想存在 一种能够利用爆红的原始爆炸能量 而非传统燃烧 重较慢 且效率较低的过程的发动机设想 与一来 卧轮和压缩机等众多运动 不见得传统喷气发动机不同 ODE设计为无需任何运动补件 而是通过精心设计的冲击 博瞬间点燃燃了 中国团队最近的测试 将这一概念推进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工程师们利用RP3航空没有 一种远范使用的喷气燃料 在模拟码和巴速度和地表上方 30公里高度的飞行条件下 成功维持了超过两秒的稳定保证波 虽然两秒看似短暂 但在高潮因素推进领域 这是一项重大技术成就 证明了发动机不仅能够启动 还能维持高潮因素飞行所需的极端条件 鞋保发动机之所以具有革命性 是因为它能够将冲击波和燃烧过程 欧合为一个连续的过程 当空气以高潮因素进入发动机时 经过鞋教冲击波的压缩 温度和压力迅速升高 诸如气流中的燃料几乎瞬间发生爆红 这种爆红在极端的时间内 释放出大量能量 以前所谓有的效率推动飞机前进 由于鞋保发动机没有运动部件 与传统发动机相比 它具有更高的可靠性 更低的维护需求和更轻的重量 但中国的突破更进一步 2023年12月 研究人员公布了一种 间距旋转和直线保证机制的 吸气发动机设计 覆盖了眼泛的速度范围 这种混合方法 是发动机能够搞笑运行 与较低的高潮因素 约六马和 一直到 马和 这种灵活性在推进技术领域上书首次 使飞机能够再穿越大气层 不同层次时平稳加速 这一程旧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实验室的范围 对于军事应用而言 有欧底驱动的高潮因素 飞行器能够在全球任何地方 适时快速且难以预测的打击 使其极难 被发现或拦截 配备这些发动机的导弹和侦察平台 将具备超越几乎所有现有防御系统的能力 根本改变国家之间的战略平衡 在民用领域 超音速科技的前景 不再只是遥远的梦想 凭借能够维持史诗六码和飞行的发动机 从纽约到伦敦的路程 理论上可以在不到半小时内完成 尽管仍存在重大的工程和监管挑战 成功展示的没有燃料欧底 为我们佑盛之年实现使用 且负担的契德潮因素 旅行大开了大门 然而 视线这一行能水平 并非没有兼具的挑战 高潮因素飞行式发动机 和机身成熟极端的热引力和季节引力 在超过十马赫的速度下 飞机表皮与大气之间的摩擦 产生的温度 比融融演讲换高 威胁照即使是最先进的材料 也会融化 中国科学家不得不开创除 能够在这种极端条件下 长时间成熟的耐热和紧和符合结构 此外 爆红过程本身具有固有的不稳定性 且难以控制 要创造一个能够持续足够长时间 以产生有用推理的稳定爆红波 同时又不破皮发动机或车辆 需要紧密的工程设计和实施控制系统 成功的两秒验尸 可能只是对可能性的初步展示 但它为未来更长时间 更具挑战性的测试普平了道路 全球对中国进展的反应 及充满敬畏有待有担忧 虽然欧帝最初是在美国提出的理论 但中国将理论迅速转化为时间的进展 引发了人们对西方创新速度的质疑 高潮因素把权的竞赛 不再仅仅关乎速度 它设计材料科学 计算建模 制造精度 以及将复杂系统整合到 作战在剧中的能力 炒因素推进技术 不仅是技术企迹 其对社会的潜在影响 业绩为深远 除了彻底改变旅行和国家防御 这些发动机还可能开启 新的太空进入方式 是通过略过高层 大气候电燃 或建筑褪气 更搞笑地进入轨道成为可能 科学任务 应急相应和全球无流 都能从一辆人速度 穿越眼阔锯齐的能力中受益 然而 正如任何变革性技术一样 高潮因素推进技术的兴起 也带来了新的责任和风险 那些有望连接世界的能力 也可能导致世界的不稳定 因为各国正向格尔印一个巨齐 和语境时间不再确定的环境 随着中国继续引领高潮因素研究 国际对话 合作 以及新规范的指定僵尸 确保这些进步造福权 人类的关键 最终 中国成功展示了一种 能够达到 齿六马合的 喷起燃料发动机 这证明了人类的智慧 和对进步的补懈追求 曾经指上大胆的构想 如仅已成为切实的现实 开启了一个中心定义时间 和具齐边界的未来 随着世界见证 这一新时代的展开 有一点是确定的 高潮因素 飞行时代真正开始了 而它的路程才刚刚起航